前洛杉矶的警局局长李贝卡 涉嫌警局的腐败烂权案 案件从认罪到取消 一路上峰毁路转 不只震动了整个南加州的华人社区 还有不少的华人民众 又看没有懂 因此东森的招牌节目蒋亮话 特别请到两位专家来深入分析 蒋亮话关心美国华人生活 就是要问最犀利的 前洛杉矶警局局长李贝卡 涉嫌警局腐败烂权案 是怎么样的腐败 和钱有多大关系 前贺涛市市长林恩成详细说明 腐败这个字英文字是corruption corruption在英文字里面 通常不只是单指 是指说跟钱有关的 不只清楚解释 东西方文化差异大不同 面对联邦调查局指控 李贝卡妨碍公务一事 林恩成也在电视上公布 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他是把一个手机去找人去安排 夹带了进去 夹带进去那个监狱里面 那当然 所以他派了一个卧底的人 卧底人在里面 他们就将这个Brown这个县命 就是带进手机去的 他花了一千块钱 卖通了两个警察 以后带进去了 而发挥奖量来把关 拉丁来去玩的最高标准 继续请到南美洲旅游达人 拉丁假期执行总监Anthony 谈古巴之旅深度游 如何搭配墨西哥肯困 激情体验美丽的海滩和女人岛 不但是去玩水 他有滑锁比较刺激 他也可以去跟海豚游泳 说户外活动 对 女人岛只是名字 不是说里面是女人 法律人生单元 徐志明律师这一次 还要特别回应 许多观众最困惑的 感情问题之一 分手之后被纠缠 是否收到美国法律保护 更多完整内容 欢迎观众锁定 本周六和周日 东森与超市频道的讲量话 东森新闻 易鸿文 易鸿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